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爱情文艺片 鬼魅浮生 水哥和阿美是一对甜蜜的恋人 俩人过着简单而又幸福的日子 但房子里总有莫名的响动 这儿阿美很不安 她想搬离这里 但水哥却不情愿 在无数次的争吵后 水哥终于服软 但家还没搬城 水哥就遭遇车祸而亡 只留下孤独的阿美 死去的水哥变成了鬼魂 但她仍保留了生前的记忆 于是她从天明走到黄昏 回到了生前的家 静静地守在阿美身边 而阿美因自己的离去痛不一声 她麻木地吃掉一个又一个水哥派 然后全部吐掉 深夜里她会忍不住哭泣 可她只能默默地守在一旁 无能为力 慢慢地 阿美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她开始收拾屋子 开始打扮 开始早出玩鬼 水哥就一个人站在窗前 默默地等阿美回来 无意间 她发现隔壁也有个同类 一个披着花床单的鬼 但是她等得太久了 早已忘记自己在等着谁 而水哥依旧执着地等待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阿美逐渐走出阴影 也叫了新的男友 水哥感到愤怒 她把书架的书打落一地 可是她知道 她什么也阻止不了 最后阿美选择离开 准备重新生活 水哥看着她帮控了家 看着她在墙缝中 放入写好的纸条 看着她离开 空荡荡的家 就剩下水哥一人 而那张纸条 成为水哥的纸面 她想把纸条弄出来 她想知道 阿美写了什么 但是她怎么也拿不出来 没过多久 新的住户搬了进来 看着幸福的一家人 水哥觉得 自己与其格格不入 她愤怒了 她用尽方法 吓走了他们 她想要留住 这属于她和阿美的回忆 新房盒换了一批又一批 这个闹鬼的房子 再也没人住进来 而她依旧在等待着 水哥日复一日 想要弄出那张纸条 终于她就要拿出纸条了 但房子却被推为平地 她站在废区上 不知何去何从 隔壁的鬼魂 难难地说 也许 我等的人 不会回来了 说完便消失了 只剩下自己 行单影只 不久 这里盖起了高楼 所有的东西 都物是人非 这里再也跟她 没有关系了 她站在高楼 纵身一跃 然而 水哥突然穿越时空 再次轮回 她回到了 西部肯荒年代 看到了开拓者们 试图再次建防 但却因此被杀 她静静地看着他们死去 不知过了多久 她回到了那熟悉的房子 看到了从前的自己和阿美 他们来这看房 准备定居 看着他们争吵又和好 看着他们为了是否搬离 这里而争吵 看着自己又一次死掉 她无法接受 这既定的事实 她摊坐在钢琴旁 键盘发出了 凄惨而熟悉的声音 她看着阿美离开 而长时间的等待 只为了拿出那张纸条 那是支撑着她 熬过所有时光里的悲伤 与孤独 也是她愿意 一直等下去的原因 当她真的抠出了那张 心心念念的纸条 打开的瞬间 她魂飞魄散 那张纸条写的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打开的那一瞬间 她已经释怀了 她得到了曾经的回忆 与喜悦 也找到了 让自己离开的理由 这部电影 适合一个人在深夜里观看 一个人感受所有的孤独 乃至深入骨髓的哀伤 她无聊 但深情 乏味 但浪漫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鬼魅浮生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速播 so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